第五课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课文一 王静在家具店买沙发 小姐,您好。 您想买什么家具? 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 谢谢,我想买沙发。 您看,这个沙发怎么样? 现在正在打折,比平时便宜了一千块。 价格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 您放心,质量肯定不打折。 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 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蓝色的看上去不错,就要这个吧。 课文二 王静和李静在商场买东西。 咱家的冰箱太旧了,商场正好打折,我们顺便也买一台吧。 今天买的东西太多了。 再说,这个月,这个月,家里已经花了五千多了。 这么多?你不会是记错了吧? 没错,上个星期光买沙发就花了两千多。 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还是买个新的吧。 那好吧,我带的现金不够,用你的信用卡吧。 课文三 李静和王静在超市买礼物 李老师邀请咱们去他家做客,给他带点什么礼物好呢? 他很喜欢葡萄酒,我们就给他买两瓶葡萄酒吧。 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种,你知道哪种好吗? 我觉得这种不错,你看,他酒瓶做的都这么艺术,而且电视上经常有他的广告,我想味道应该不错。 广告只会介绍优点,却不会说它的缺点。 实际上,很多东西并不像广告上说得那么好,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广告。 你说得也对。 商词 商词 邀请 葡萄 艺术 广告 味道 优点 实际 课文四 买衣服只考虑价格当然不好, 但是,只考虑买好看的也不一定对。 我买衣服的标准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第一,自己穿着舒服。 第二,衣服的质量要好,而且又不能太贵。 对我来说,衣服的样子流行不流行,并不是很重要。 很多年龄大的人喜欢在打折的时候买便宜的衣服,但对那些衣服是不是适合自己,却考虑的不多。 这点是我理解不了的,因为如果不适合自己,即使花钱很少,也是一种浪费。 生词 考虑 标准 样子 年龄 浪费 课文五 现在网上购物变得越来越流行了。 年轻人尤其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在网上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 你可以上网买书,买衣服,买包,还可以买家具,买手机。 网上购物能够受到人们的喜爱,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网上的东西很多,而且比去商店买便宜。 这是吸引人们购买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上网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卖家可以把你买的东西寄到你办公室或者家里,非常方便。 生词 购物 尤其 受到 任何 记 尤其